哈囉 各位朋友們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這個採光罩 然後大家看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H缸 就是因為這個採光罩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我們要利用H缸做一個哈利白 然後再把採光罩的部分放在H缸的平面上 到時候到現場的時候安裝好完整的時候 大家就會了解在做什麼 然後這次採光罩總共分成四座 它在同一個面積啊 只是我把它分成四座 因為都已經算蠻大座這樣子 所以運送的話都要請另外再請那個貨運的車子來運送 不然我們三噸半載的話就是超長又超寬 然後又超危險 那原則上就是這幾座這樣子 然後一樣一開始我們會先把 哈利白跟柱子啊 然後還有它這次有做這個斜拉桿的部分 全部都先把它做起來 做起來之後呢 再開始下去做這些採光罩 啊其實採光罩的料也都已經來了 然後到時候就是把它分一分 然後把我們裁切要的部分 把它裁切 然後再開始組合 剛好這禮拜都下雨 所以可以做這個室內的 還不錯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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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案子 這個玻璃屋的完工的畫面啊 就是 這一次的地形啊 其實算是蠻複雜的 因為角度 每一個哈利白 就是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H有沒有 每一個H的角度 角度都一樣 但是柱角的 總共有四隻嘛 一二三四 就是 總共呢 四個柱子的高度 長度 都不一樣長 所以 其實蠻難搞的 那原則上這次的影片啊 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分享訂閱按讚 然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呢 你才能收到最新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